他生活在福建 却清楚地知道自己不属于这里 从小到大 身边的人无时无刻不再提醒他 你是谁 你来自哪里 为了融进当年的生活 他做出了一个让他后悔至今的决定 此后 这个决定就像一根刺 深深地扎进了他的心里 二十二年来 他做的一切努力 都是为了拔掉这根刺 到底是怎样的一个决定 让他背负着如此沉重的压力 在他的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有请 大家好 主持人好 你好 这位兄弟 来请坐 先给我们介绍介绍自己 怎么称呼你 大家好 我叫陈全 今年二十九岁 现在居住在福建 陈全今天是来找谁的 我今天主要是来找我爸爸和两个姐姐 还有妈妈和弟弟 你排老三 对 记得那小时候 爸妈其实那事情就下巴 听到那铃声一响 我们几个姐妹都冲着跑出去 就是真的抢着要爸妈抱 那时候基本都是我跟我弟弟跑得比较快 男孩 由于那时候年纪比较小 这应该算是我对以前那个家的比较幸福那个回忆 然后因为我爸妈吵架了 我妈妈就带着我弟弟准备回姥姥家 那时候在车站 一个女的跟我妈妈说要给她介绍工作 我妈妈那时候就跟着她一起走了 这个女的你认识吗 都不认识 就是在中途的时候 那个女的跟我妈妈说一起去买衣服 然后他们两个就一起去了 就把我跟我弟弟就让别人先抱着 过一会儿那个女的回来之后 我就再也没见过我妈妈了 你没问她吗 说妈妈去哪了 只知道哭不敢问 然后又把我跟我弟弟强行分开了 那时候 就感觉自己特别 特别没有能力 就是连自己弟弟都保护不好 当时你才几岁 那时候八岁 八岁 弟弟多大 弟弟应该比我小一点 应该是五六岁 等于是把你们母子三人 分别的拐走了 跟弟弟分开了以后 他把你带到哪了 就分开之后 我就辗转又被卖了四五家 记得在第一家的时候 他们就一直想让我叫他们爸妈 我那时候死活不可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有家 那不是亲生妈妈 对 那你就不叫 对 那时候我被打得浑身四伤 哎呦 他们就是看我闹得太厉害了 又把我卖到下一家 因为我被卖来卖去 那时候肯定就是特别特别害怕 也特别想找妈跟我弟弟 那天好像是八月二十 就到了我现在那个养家 这是第几家 这是第五家了 第五家 对 刚到家那时候也是说 你看这个人就是你爸妈 那时候我也没叫 就因为我知道自己自己有父母嘛 就是没叫 因为我自己知道 我有自己的爸妈 肯定不会叫 然后那一家人就是逼着我 叫我叫他们两爸妈 那时候就跟他们闹得特别的凶嘛 他们以前就是用几个藤条捆起来 把我打的身上就是青一块纸一块的 特别难过 然后也很害怕 过了一段时间 他们要让我去上学嘛 谁知道去上学一段时间之后 他们一直就知道了我 我被拐卖这件事嘛 只要一生气 两个人有稍微半觉嘛 他们就会骂我 他们说 你是野孩子 没人要的 就拿这个事戳你几两股 对对 然后那时候 我自己在想 是不是回去之后 我可以叫我现在的养父养母嘛 叫他们爸妈 就是想给自己心里找一个依靠嘛 因为人家老说你没爸没妈 对 说的有点 很难受 回去之后我就叫了他们爸妈 没想到 他们就也是 但是依然这样嘲笑我 我那时候就特别后悔 感觉自己做了一个很错误的决定一样 自己有亲生爸妈嘛 在叫别人爸妈的时候 我就感觉很对不起我亲生爸妈 就感觉心里有一颗 有一颗 有一颗刺扎在心里一样 后来你在这个家还叫他们爸妈了吗 后来没有 就叫了那一次 对 就叫了一次之后 这22年就没叫过 虽然就叫了一次 但是那根刺已经深深地扎在心里了 到今天还是你心中的一个 对 就伤痛 那时候经常有时候会做梦 就是 闷到我 爸妈嘛 他们走在前面 我在后面 我在后面追着 然后一直喊 他们就是不理我 就感觉越走越远那样 因为不含养父母爸妈 陈泉和养家的关系越来越僵 也因为那一生爸妈 让陈泉觉得自己没脸再见亲生父母 这份愧疚就像一根刺一样 深深地扎进了他的心里 而这根刺也随着他在养家的痛苦生活 变得越来越难以释怀 从那以后 我就一直想去拔掉心中的那一根刺 怎么拔呢 就是自己努力 努力就是变强 08年的时候 刚好村里面通知说 去当兵体检嘛 我就感觉说 这是一个 我自己就是变强的一个机会嘛 我就一难而难地 就选择了去当兵嘛 你当时当个什么兵 我那时候 这是普通的步兵是吗 刚开始是步兵 后来我 就是因为成绩比较好嘛 就后来把我调到那边去了嘛 调到了坦克营 对 我刚到那边的时候 在坦克营里面是二炮手 二炮手是干嘛的 二炮手就是专门负责那个 砖填炮弹 那时候每个科目肯定有一个标准嘛 砖填炮弹那时候是 12个是及格 14个是良好 然后16个是优秀 多长时间装12个 是一分钟嘛 一个炮弹有多大 大概这么大嘛 这么大 大概多成 二三十斤 二三十斤 对 那如果按照一分钟 12个是及格来算 就是平均五秒钟要装一个 坦克嘛 就是一个铁疙瘩 夏天的时候在里面嘛 就进去半个小时 你出来之后 就是乘上都能领出水那种 冬天又比较冷嘛 磕磕碰碰 都是属于很正常的 是不是 有时候就是 手啊 被挤的 就是整个手都是泡嘛 我也一直坚持下来 就把这个这些给练好了嘛 最后你的成绩到了多少 基本都是在十七十八左右 就基本上都是优秀的水平 对 我就一直拼命地 想把自己各项成绩搞优秀嘛 就是一直想拔掉这个尺嘛 所以当坦克兵这样的训练 你觉得对你的个人 有什么样的提升 没去当兵之前就感觉自己 性格方面有比较 落落一点嘛 然后去当完兵之后 就感觉自己比较坚强了嘛 已经就是想 找到自己的家人的话 那时候就是说会 对他们的愧疚少一点嘛 一五年的时候结了婚 记得当天结婚的时候 给我养父养母敬茶嘛 那时候就在那想 我今天结婚了 到底我亲生爸妈 现在过得怎么样了 经理特别难过嘛 我就跟我妻子嘛 说了一下我这个事情嘛 他就跟我说 要不然咱们找两个杯子 给他倒满酒 代替一下咱爸妈 咱们给他敬杯酒 然后你可以大声跟他们说 爸 妈 儿子今天结婚了 我这二十二年来 真的很想再叫一次爸妈 我感觉通过我这些年 一直努力嘛 我就感觉我已经 把心中的那根刺嘛 拔掉了 我已经可以谈谈正正的嘛 站在他们面前 真正的发自内心的 喊出那两个字 对 爸 儿子 他和一般的杯管孩子不一样 一般杯管孩子 可能三四岁五六岁 那个时候记忆很少 甚至很多孩子在童年时期 没意识到自己发生了什么 所以说那个时候 他们没有这种痛苦 但是他因为杯管的时候 他已经大了 他认为他自己 跟他那个养父母妥协过 叫过爸妈 他一直心里有一种愧疚 他用了一个形容词 就是那个叫养父母 他觉得像一根刺砸在心里 是吧 他就形容词形容得特别的准确 我最佩服他的是 他把这种 当年的这一根刺的这种 虚辱变成了动力 处处要争第一 小兄弟 所以我觉得你不要气雷 我觉得你很坚强 你的坚强就像你的坦克兵 那个钢板一样 一定要坚强 自立 勇敢 就像一个曾经的坦克兵一样 像一个军人一样 好吧 龙手挺胸 去迎接你的希望 好吗 好 那我们先站起来 看看 等着我的爱心训人团 是怎么帮你找的 来 有请 陈全 您好 我是等着我寻人团的李七月 您在等着我容媒体平台上 发布的想要寻找 亲生父母 姐姐和弟弟的求助信息 我们已经收到了 根据您提供的线索 您记得自己是1990年出生的 八岁的那一年 妈妈带着您和弟弟回娘家 三个人在路上 被分开拐卖 妈妈和弟弟至今下楼不明 那么根据以上线索 我们为您联系到了福建警方 接到您的求助之后 我们立即组织双人 对您提供的线索 进行梳理分析 在我省和四川 贵州 广西等地区 为您展开大规模的寻找 与此同时 我们也立即为您采集了血压 入入全国基因 准备数一步 尽心的队伍 我们也在等着我 荣美语平台上 发布了寻人信息 加油 等着我 请打开希望之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陈全 请走向希望之门 自己有亲生爸妈嘛 在叫别人爸妈的时候 我就感觉很对不起我亲生爸妈 叫了他们之后 就感觉心里有一个结 始终就是过不去 就是一直想把自己变强大了 然后就有能力去找他们 为人寻找 为爱坚守 请开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从八岁开始到现在二十二年了嘛 就找到他们之后 就是站在他们面前 爸妈我是你儿子 我回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妈妈妈 妈妈我记得一直都在找你 一直都在找你 我记得 我记得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说得是真是我跟你生一样的事情 过不来的 孩子 快说 你儿子 我已经疲敗了 你儿子 来 带着爸爸妈妈姐姐坐过去 好不好 坐过去 我们慢慢说 来 咱这一家人先坐 现在是一家五口 五口团聚了 来 让七月先跟我们说说 怎么找着的 在哪找着的 好 我先告诉你啊 陈权 你的家呢是在贵州遵义 其实呢 我们是分两组人 分别去找你的妈妈和弟弟的 但是我也不得不告诉你 我们确实到目前为止 还没有得到你弟弟的消息 不过呢 我也相信 咱们的节目播出之后 也许他就会跟我们联系 也许还会有其他的热心人 跟我们联系 如果我们又有价值的线索 我们就会去找 找到了 我们跟你们联系 好不好 相信我们 另外 阿姨您好点了吗 您跟儿子说一说吧 那一年是怎么回事 当年我就一直手牵到 牵到哥哥 一直手牵到弟弟 我就带他们回家 我走到贵阳那个切站 那里就晚上没有切子走了 那个老板娘都叫我住在她家 她就说叫给我介绍工作 后来就帮我们 我们三母子带到福建福州火车站 那天气变凉了 那个女的就叫我去跟他们买衣服 选好衣服站起来 那个女的也走了 我又不会说普通话 我在那里打听了几天几夜 我差不多跪到球 才求到别人的切子才回来 回来我就跑到贵阳拍照所报了案 我一天都没有停 一起给我找她 一天都没有停 全家人这么多年 一直都在找你们 所以今天 春泉 好好地叫一声 你真正的爸妈吧 爸 爸 我的孩子你受苦了 我的孩子 都是妈妈没有保护了 你啊你受苦了 这个犯罪团伙啊 也是罪大恶极 把母子三人拐走之后呢 相当于把两个孩子分开给卖了 使得这二十多年啊 让他们没法团聚 我们会要求贵州遵义公安机关 和福建 张州的公安机关 联手开展调查 争取把这个犯罪团伙 绳之以法 好 谢谢春泉 来 回家吧 二十二年后的重逢 让陈泉实现了堂堂正正 在叫一声爸妈的愿望 妈妈的一句 不怪你 是妈妈的错 让他 也终于放下了心中 二十二年的抱负 衷心的希望 陈泉回到自己的家后 能够幸福快乐的生活 也希望知道 弟弟消息的观众 能够及时跟我们栏目组联系 祝福他们 核安全 操应